所以當你要去了解你今天調查那個步道 經過那些證號名 或者是為什麼叫這個名字的時候 就直接來找這裡面的資料庫 那如果你是要了解它的文史、人文 然後建錡這邊都幫你分類好了這樣 就直接來這邊找 好 那如果在剛剛那個操作上面 電腦操作上面知道可以做哪些事 這部分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再回到簡報 到時候大家 看得到嗎? 在資料呈現上面 在畫面上面呈現給大家幾個方向跟參考 只是表現手法不一定都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把軌跡記錄好之後 如果它步道沒有很長 當然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工區什麼什麼的 然後在上面這樣做說明 有一個步道軌跡的全貌 那但是更好的更清楚的做法其實是這樣子 用這個方式去畫一個簡易的施工圖 那個圖不是說我這邊做階梯 我就把階梯的圖畫出來 不是 我只是去清楚的描述跟註明說 在這些不同的位置我要做哪些事 甚至我可以搭配照片 在工區一 因為工區一你對人家講沒有意義對不對 工區一是什麼 要有照片去做補助 跟這個地方要做哪些事 那這個東西的這個表現方式 就會在大家不管是下個禮拜始作的時候要練習 做出這個東西 或者在自己的報告上面 要把這個畫面把這個圖示做出來 那你有了這些說明之後 這個其實就是做一次 然後之後當你工項做完了 去做施工對照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整理過了嘛 所以就會很快 那這一張照片 還好一點 這個要給大家看那個拍照片的時候 另外一個除了前面講到 前面講到三個還記得是哪三個嗎 拍照的時候要注意的 畫面的致命性 位置角度跟參考點 那這一張照片是第四個 可是我們也很難掌握的 就是時間 拍攝的時間 因為這個是在香港嘛 所以我也不可能再有時間 再去拍一次重拍一次 所以只好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間點這樣拍 其實看不出鏡手對照的 所以時間很重要 那當然這個很難很難勉強 因為有的時候就沒辦法 但是如果能夠避免避開 像這樣子 前面那些規劃你做得越仔細 然後拍照拍得越清楚 在做這個成果展示的時候 就會越容易 然後你也知道你的照片 到底在做什麼事說什麼 然後這個成果的展現是很快的 真的花時間是我們怎麼去用 我們的調查所有這些軌跡 去套剛剛那些土資 去上網去查那些資料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 好 所以 成果對照兩分鐘 三分鐘就講完了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今天的這個 整個課程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要問或者要討論 還是已經後悔 不知道 不知道 該不至於吧 大家保證金應該都已經熟了 不過我們的報告裡面 應該不會有成果的領域 嗯 我印象中會有一個叫做改善規劃 對 所以應該是出現在 就是 比方說我要剛剛賣一張圖 為什麼是出現比較好 就是可能到時候大家回去參考 那個曹智老師這個投影片 的時候你可以 你可以參考這個格式嗎 那這裡可能比方說是 你去調查那個步道的起點 終點 那沿路現在供需一二三四五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 你看到的步道問題 就是下午的課開始 文老師就會 開始教大家 就是 你去步道上 你怎麼判斷 這個是要改善的問題 那大家就會開始去練習 想說 這邊可能是擬唸 那 關於擬唸的話 就是會 到時候也會教一些工法概念 就是你考慮到現地的狀況 你可以用的材料 你覺得可以用什麼方式去改善那個秘密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都標出來 然後提出你的改善建立方法 所以 所以我記得最後報告是 會用到這個就是 用到這個呈現手法 就是你要去表現說 你怎麼去 提出一些 你觀察到的問題 跟要改善的方式 然後 大家可能不會是用什麼工區 工區要這樣去描述 而是用什麼 我們教的那個里程 對不對 這邊可能是0K加333 然後這邊是什麼 1K加235之類的 因為這樣實地測量這樣有意義 像現在這樣寫 只是我方便自己了解而已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里程的話 其實不會清楚知道的 那這只是 這一份簡報那時候做的時候 是這樣子做 我只是做這個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做實地的測量 所以到時候大家的作業上面 你不要寫這樣子 就通通退回重寫 這邊要寫里程喔 要寫里程 實地測量 這樣 好 好 那今天上課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要 再想要知道一些什麼 就是不管是對於 課程後面要做哪些事啊 或者是 有沒有 都沒有 都很清楚直接大家做什麼事 我之前的經驗是說 大家還記得上禮拜 文老師上課 他有分享 就是 他一開始 比方說接到一個公部門案子 他要去做 一個步道規劃案 然後他要提出 就是說 他要跟他的那個 部的單位去說明說 為什麼他的步道這樣規劃 那 說明為什麼這件事情 他就要 考慮到 就是 可能他的步道是屬於哪一種級別啊 就是他鎖定的 就是步道使用者是誰 然後他那裡有什麼樣的人文 自然資源特色 所以他 要 怎麼樣規劃 那 這一些資料就會用到 剛剛那個 修出來的那個資料庫 就是 你要去思考 這些步道的特色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做很多資料 那 剛 早上 就是講了很多 就是如何去製作一些圖檔的工具 還有一些技巧 其實是 是幫助大家怎麼去把你 調查到的這些資料呈現出來 那 我自己覺得那個是比較難的 因為 就是 其實這個要做 接觸過或是說 讀過相關比較多這樣的案例之後 大家會比較有一個敏感度 會知道說 這個步道以前是古道 然後 可能他這邊是 就是在 在台中的這個地區 他有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地位跟特色 瑞景的 可能也許就可以在台灣方志裡面去找到一些資訊 我猜 然後 瑞景那邊也有古地圖可以比對 就是他 跟那個古道的一些差異 所以 你有這些資料的時候 才會進到剛剛 就是早上教的這些工具 就是你怎麼去 呈現這些資訊 就是有沒有比 純粹文字虛數來講 更清楚 更一目瞭然的呈現方式 那這個我會覺得就是 你們先把 後面的那些步道 就是要改善的問題 然後你要觀察到的 這些點位幾乎什麼 這些都先做好 然後前面這些 就是背景資料呈現 其實是到你最後要完善的時候 你再去思考你還可以怎麼樣講得更詳細 更清楚 更一目瞭然 剛剛思考的同學問那個土壤圖嘛 對不對 有嗎 有 那這邊喔 因為他這個圖力啊 他現在圖還跑不出來 因為這個網路的關係 當然出來的時候應該會長得像 位置好像為 cri人 有點冷靜 也很冷靜 有 跟你講 不同的顏色 你看它旁邊它不是有一個土粒嗎? 去點開那個土粒 不同的顏色代表是不同的土壤性質 在這邊他們有做過調查 有記錄的 它就會那個 可是最快的做法其實是 這個圖到時候你們可以把它結下來 在你們的報告上面 但是如果你也真的要去了解 那個步道周邊那個環境 因為它這個圖台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讓大家上傳你的軌跡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可能是 你知道大概的位置之後呢 好 比如說 它這邊好像可以用座標定位 它這邊可以用座標定位在這邊 你知道你的那個 因為你既然調查庫有軌跡 你一定有座標位置 好 你用輸入軌跡的那個 輸入座標位置的方式 然後找到那個點 譬如說 不用按右鍵就頂一下就可以 它這邊就可以告訴你 它這邊是什麼樣子的土類 我們最主要是需要知道它的土類 其他的那個是比較學術上 科學上去做它的分類 比如說它是什麼地層啊 什麼的那個 那個可能就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知道它的土類 但是實際上呢 真的會影響到 比如說我們在步道上濕作的時候 特別需要參考的是 我不知道上禮拜文老師有講完 就是捏那個土 知道它的 比如說它的鬆軟 它的濕 它的可能是比較偏黏土 還是比較偏砂質土 還是比較偏不同的那個性質 那個可能在步道上濕作的時候 那個比較重大 但這個是預先有一個這樣的了解 如果你知道那個地方是以狼土為主 那它可能 離捏土就比較接近 大家也要看它的沙質土的混合的那個狀況 這樣 所以這只是事先的一個了解 然後 還要講到 如果大家查那個軌跡 這個是 現在你給嗎 現在如果要去查那個步道 上那個健行筆記的網站 它的軌跡其實還蠻豐富的 那以前當然就是上那個登山普提站 但那個如果你預先要去做調查的時候 就可以用剛剛那個方式 下載然後存在手機裡面 用APP去做現地的導引跟導航這樣 然後那個也是一個方便 比如說你可以上傳到那個圖台 你還沒有去過現場 但是你大概知道那個步道在哪裡 然後有那個軌跡 你可以先做這個功課 然後實際去做調查的時候 你就省下了一部分的那個工這樣 然後這個圖台真的還蠻好用的 大家就軌跡之後用電腦去玩看看 但不一定要上傳的軌跡 因為你可以從這個圖層套底 你先去看你家附近 這也很重要 可以玩看看這樣 地極圖到底是在哪一個層 在土地 土地 然後這邊有一個地極圖 然後當然你可以不用看到整個地極圖 你可以只看工友地 然後他就會把那個步道附近的工友地 全部都用那個 剛剛不是有一個著色的功能嗎 他自己就幫你填好 這樣 那你就知道這附近的工友地是哪些 這樣 如果你只需要知道這個的話 為什麼人打過之後他不會出來 打過之後不會出來 應該是還沒出來 因為可能會跟網路有關 因為他這個是線上獨資嘛 所以一定會跟網路有關 老師那你們目前遇到的步道 都是屬於私有地還是工友地比較多 都有 都有 對 而且這個是不是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因為會設計之後要去的那個 但是如果那個步道都是在工友地上面 那當然你的隊友相對比較單純 就是工部門 但是就變成要去說服政府部門的人 有這個觀念來做這件事 那如果都是在私有地上面 可是不見得就比較複雜 因為很有可能像剛剛講的 他是在現行的地域上面 現行地域上面 他可能是繼承道路 那社區也有這個想法 希望來做這件事情 那操作起來可能就會很快 下禮拜去武之一就是跟大家講 本來想要建議武之一要趕路口 就路口是現在是 呃 國有領地 但是承諸給私人 那私人地主不同意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就不能趕路口 就是就有這樣的例子 所以下禮拜去到現場來跟大家解釋 好 還沒問題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那個小天使在發客戶通知的時候都會說什麼忙都可以幫就是不會幫寫報告 現在知道為什麼了嗎 好 那如果OK的話我們早上課就到這邊 那 呃 因為下禮拜去啊 就是 我們是練習嘛 所以 原則上 就是看陳偉 還有立鳳姐跟敬寅 是不是就同一組 這樣我們就剛好 一組三個人 然後有四組 凱莉 凱莉也算駐教 我不需要 對 因為凱莉沒有寫作業 靜尼要寫 那我要跟凱莉姐一組 對 當老師 這樣你保證自己吞不回去了 好 所以待會兒 呃 中午休息的時候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你們集合啊 還有什麼工具分配 好 那我們早上課到這邊 感謝曹登 謝謝